在贸易战启动以来的前三年 即2018年、2019年和2020年 这三年里 美国每年对中国的出口都低于贸易战前 即2017年的水平 这期间美国丢失了多少工作岗位呢 超过24万个 所以这些数字可以充分的说明 贸易战对谁都没有好处 美国政府是时候重新考虑 并尽早取消这些加征的关税了